哈喽,Ladies & 乡亲们 现在来到的是一家米其林一星的法餐店 这顿饭吃的我真的是头皮发麻四角朝天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一顿完整的法餐 你能吃多少东西 吃饭要用多长的时间 根本没有吃饭 哈喽,今天很开心要去吃饭了呢 看着傻子在笑 正是在上环,今天去这家店 说是最少女的女士林彦 中看部中吃傻了吧 我现在找家店在哪里 菜单还挺真挚 晚上的tasting menu是八岛菜 价格在1680元 今晚有啥菜我也没具体看 咱就图个刺激,来啥吃啥 首先上了三道非常漂亮的开尾菜 如果此刻你希望我对这番美食有一大番评论的话 你就错了 因为真正的女孩吃饭只需要一秒钟 吃进去那一瞬间已经忘记了 但是这个面包我真的会记它一辈子 欧洲的面包就好像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发酵 就是酸的 吃起来可能就像豆汁的感觉 第一道菜就是中西结合 蟹肉和龙虾果冻搭配了用绍青酒做的泡沫 然后就是一秒吃完开始无限的等待 我的第一道菜跟我的第二道菜 现在相互那种15分钟 16分钟了 还给我找鸡洞呢 我以为饭来了呢 我们一共只有鱼 没错 我两口之内就能吃完 这是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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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新菜用墨鱼做成的宽面搭配生鸡蛋作为酱料 鱼面吃起来像抹鱼面一样的Q 但因为我个人对抹鱼面有非常大的阴影 所以我就对这道菜没有特别的喜爱 当然了自己花钱吃的饭老规矩 一滴蛋液都不会给它剩的 太热了 看都想给它啃下去 坐等我的下一道菜 20分钟之后我以为我等到了我的第三道菜 结果来了一个小面包 这个小面包看起来很精致 还搭配了一个奶油小方块 大家猜一下那个是啥 绝对猜不到 现在抹的这玩意儿是俘虏 当时他跟我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说 哥能再来点咸菜吗 这个味道就真的是非常的俘虏 优雅 就算是俘虏也可以 面包这样的吃 高贵 各位看官们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道菜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店的名菜 香煎柚子配柑橘酱汁 头瞅着摆盘 这造型 最少女的米其林当之无愧 袋子煎得鲜嫩多汁 配上甘芝淡淡的甜味 再加上薄切的酸萝卜 像优雅的绍腹 层次丰富 味道高级 然而快乐都是短暂的 刚刚的欢愉 三秒之后就消失了 完事之后 只能一个人坐着玩手机发呆 现在是7点31分 我是6点钟到 我已经吃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就吃了四把饭 感觉真的还可以只三个小时 然而吃了一半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饱的感觉 所以最好 我们在装饰了 French hot bread 我上了这么一碗洋葱豆腐汤 各位看官们 平均一道菜200多 有一道菜竟然是洋葱豆腐汤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200块钱 你可以买得了吃亏 买得了上当 还可以买得了一碗 哦不对 是一小碗洋葱汤 别小看这一碗洋葱汤 这是用四种不同的洋葱熬制而成 入口咸鲜 第一口疑惑 第二口咸厚 第三口 我等一下必须出去吃一口好 我等了40分钟 只花了一分钟就把它给吃完了 可能一分钟还不到吧 接下来又是半小时的等待 Full hot Many months 第六道菜可以从九把不同花纹的刀 选一把用餐 我pick了这把花花刀 完美地迎合了今天少女的气息 这道主食花头筋还是挺足的 薰衣草腌制的鲁鸽 搭配四川鸽酱汁 吃起来就 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什么食材都能各种完转 这就是馅饭 鲁鲁鲁鸡 陈末蚁塘 陈朱姆酥 毫升 吃完主食就已经来了甜品环节 但这不是一道甜品 它的作用是在主食和甜品时间亲口 让你交换味蕾 这道菜真的好好看 它是个蛋白糖里面是草莓酱 外面包的是新鲜的草莓 我都有点不忍心下手 哎呀你看一下手就是这么狠女人啊 这种清新口调的感觉 这个饭真的吃太久了 久到我的相机都已经没有电了 客厂了这种吃米其林 是多漫长的体验 第一道甜品是焦糖苹果奶油泡芙 搭配下面的是乌龙茶冰淇淋 但这个甜品就真的是太腻了 我选择了一个小柑橘的果茶一起搭配 终于到最后一道菜了 最后一道菜叫做惊喜 它为什么叫做惊喜呢 是因为它是有两个人扛过来的吗 是因为三二一 开 这里面是不是超级漂亮 是啊是啊 它每一层里都有不同味道的巧克力 虽然这位法国小哥讲的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但要怪就怪他长得太帅了 我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被他该死的魅力给吸引了 要选四个巧克力 咱也没认真听 咱就随便选了 咱就随便吃呗 也不知道吃的是茶 欣欣其实每个人只能选四个 但是贪心的女人就是多样 我多要了一块妈的高 巧克力的细节也非常的用心 我就用这颗巧克力祝福大家 男的找到女朋友 女的能找到男朋友 此刻你就投了个币 又点了 关注的话 那剩下的两颗 一颗祝你低碳环保 另外一颗祝你幸福 安康 此刻 成年人该面对的 还是要面对的 签完这张单 我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